今天是星期五的下午了 感觉现在天气好暖和很多 你看我这个衣服就只穿了这么一点 前阵子的话 汉莫德穿上羽毛服才穿的 穿羽毛服还得是那种挡风一点的 那种要是太装置性太薄的 都担心有点不够素 那边难道卖蓝色经典 是蓝色经典的纸呢 最近特价我正好想说 你看这一件大妈拿了三包 从那个方向过来的 这个蓝色经典2000克 正好是我这两天想买来着 是不是这附近有什么超市卖特价 我当刚真的很想不好意思的上去追求问大妈 你这哪买的是哪搞活动特价 因为我昨天刚刚很失望的在淘宝的淘彩 才买了那个蓝色经典的假货 那比一般的价格便宜那么丢丢 然后但是是比正常价便宜丢丢 但是我现在看超市的那个价都涨了 涨了好多 涨的不是一星半点 恨不得翻倍涨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疯了 还是它标价错了还是什么的 反正超市是肯定涨价是肯定涨的 然后那个价比我半年前的价还便宜 没涨还便宜了 便宜了一丢丢 反正但是我买回来一摸那个纸就不对 但是据我所知这边上没有超市 只有这里新开了一家小超市 所以我要去这家新开的小超市看一眼 如果这家新开的小超市就是特价的 我就买点 如果再远去很附近很远的地方 那我就算了 据我所知这家小超市是疫情结束后 就反正那前后的时候开的 是个运气很好 赶在正好回暖的时候开的 这家新超市 是不是这里打特价 好像不是 我看它好像就不卖 这都只买一小卷一小卷都不是一滴一滴的 那是在哪里买的 我刚刚看到一堆大妈拿了一堆纸巾 我还以为是不是附近我们东西搞贺架活动 但是这个大妈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呀 这个方向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在搞超市了 难道大妈妈千里瞧瞧 从一公里之外去运的 那得多特价才能做到呀